这个函数固定写法 它会接受一个state 也就是store里的数据 它会return一个对象出去 好 然后我把map state to props 放在connect这块的第一个参数里面 这个时候 我又要给大家再翻译一下 这个组件的意思了 它的意思是 我让我的to do list 和谁做连接 和store做连接 那么做连接就有一个规则 规则在哪里呢 规则在map state to props里面 好 map state to props 我们再把这个英文翻译成中文 就很容易理解了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把store里面的数据 映射给这个组件 变成组件的props 而这个state呢 其实就是指store里的数据 那么我们来这么去写啊 我们写input value 冒号state.input value 我们来翻译一下 我们现在 让to do list和store做连接 怎么做连接呢 连接有一个映射关系 store里面的公用数据 会映射到我这个组件的props里面 怎么映射呢 我们这么去写的 store里面的这个input value 它会映射到我们组件里 props的input value里面去 好 所以呢 我们这个时候 input这里的value 就不能等于this.state.input value了 而是要等于this.props.input value 好 它从哪来的呢 它从这里来的 我们做连接的时候会用这个映射 映射的规则就是把 store里面的这个input value 映射到我这个to do list组件里面的 input value里面 所以你在这儿通过this.props.input value 就可以调用到公共数据里面的这个input value的值 公共数据里面的input value的值 我们在哪写的呢 在reducer里面写的 这里是hello world 所以呢 我们可以预期现在页面上 像to do list input value里面应该显示的是hello world 是这样的吗 我们保存一下来看一下 刷新 好 它说export default import as connect was not found in react redux 我们来看一下哪里写错了 export default 好 我们再上上面 这里呢 引入的时候 我们应该这么去引啊 少加了一个花口号 这块大家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引入的是react redux之中呢 这个对象里的某一个部分就要做一个结构负值 所以要用一个花口号 保存一下 我们再来看 hello world显示在页面上 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 这块内容 怎么理解最简单 就按我给大家的这个口诀来记忆 connect是连接 谁和谁做连接 to do list和store做连接 怎么做连接 有一个映射关系 就在map state to props 它指的是怎么映射呢 这个state指的是store里面的数据 store里面数据的input value 我把它映射到哪呢 映射到组件的props里面 props里面的哪个位置上呢 input value这个位置上 所以在这儿 这个组件里面 我们再去使用 通知的时候 直接通过this.props.input value 来使用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继续来做这个事情 当我button点击的时候 我们要做一些处理 我们做什么 我们处理呢 onclick等于this.handleclick 好 这里呢 你可以写一个ban的list 或者呢 其实我们应该先做 哪一块的功能呢 我们先做input value 只改变这块的功能 我们要写一个onchange方法 让它等于list.handle input change 这样ban的list OK 实际上我们说 这个ban的方法 应该写在哪呀 应该写在constructor里面 那这块呢 我先简化一下 就先写在这儿了 后面呢 我会修改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这块 button呢 多了一个花口号 我先给它去掉 这块没问题 那现在我没有handle input change这个方法 所以要写一个 这个方法进来 OK 这个方法呢 它会接收到一个e 我可以呢 打印 e.target.value这个值 好 保存 我们回到网页上面 我们打开控制台 在这书a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啊 书的内容都可以打印出来 接着我要干什么 我是不是要拿这个值 去修改store里面 对应的input value的值啊 好 下面我要做的是 用这个值去替换掉store里面 这个input value的值 好 我们在下面这块代码里啊 让我这个组件 和store做了关联 让store里的数据映射到我这个组件里的这个props里面对应的数据上 其实它的第二个参数 还可以传一个参数 叫什么呢 我们写一个const map dispatch to props 它呢 一样 是一个函数 只不过它接收的是一个dispatch方法 这里呢 依然要返回出一个对象 好 然后呢 我把map dispatch to props这个方法 替换掉我们现在的这个none参数 我把它替换成map dispatch to props 好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首先呢 我们来看继续翻译这句话 我让to do list这个组件和store做关联 store里面的数据会映射到我的这个组件的props上面 同时呢 如果我想对store的数据做修改 我们也可以通过store的props来做这种修改 那大家来看这个单词的意思啊 map dispatch to props 我们怎么理解它 dispatch是发布 也就指的是store.dispatch 好 大家呢 记一下 store.dispatch props呢 指的就是props 我们把store的dispatch方法挂载到props上 这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来看啊 就拿刚才这个例子我们来说 当我input value的值发生变化的时候 其实我拿到这个值是不是就是想去改变store里的内容啊 想要改变store里的内容是不是就要调用store.dispatch方法啊 store.dispatch方法它被映射到了哪里去 是不是映射到了props上啊 所以我是不是就可以通过this.dispatch.dispatch什么东西去调用store.dispatch方法呢 好 它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我们可以不必像刚才这么去写了 写什么handle input change 办的这样的写法 我们怎么做就可以了呢 我们这么做就可以了 this.dispatch.dispatch input value 好 下面呢 我也不用把这个change input value 或者说handle input change 写在这儿 这块都删除掉 那么这个change input value方法 我们应该写在哪呢 我们写在下面的return的这个对象里面就可以 我们写这样一个函数在里面 然后我们去琢磨一下 是不是这个道理 当我去调用 this.dprops.change input value的时候 我们来看啊 之前我们已经在做连接的时候 让to-do list连接到store 同时呢 符合这两个映射关系 第一个映射关系是 映射这个数据的 第二个映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让store.dispatch映射到了props上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this.dprops 调用store.dispatch 那这个change input value 指的是哪个函数呢 指的就是这个map dispatch to props里面的 change input value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呢 是不是就能调用store.dispatch方法呢 它是没问题的 因为在这个里面 你可以看到 它接受了这个dispatch方法 这个dispatch方法 指的就是store.dispatch方法 那么在这里 我们完全可以调用dispatch方法 来去改变store里的数据 这就是map dispatch to props 这个函数之所以启明 成这个函数的一个原因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函数执行就可以接收到e这个参数 我们可以打印 我们可以打印 一点 target.value这个值 保存一下 回到网页上 我们刷新啊 在这书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没有任何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里 当你调用this.profs.change input value的时候 实际上它指的就是这个change input value方法 它完全可以拿到这个value值 拿到value值之后呢 我们要去改变store里的数据 我们要去改变store里的数据 就要调用dispatch方法去派发action action怎么创建呢 我们先可以这么写 const action它等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 这个对象呢 那我给它 有一个type type的名字呢 我们叫做 change input value 好 它还有一个值 value的值呢 就是1.target.value OK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 一个action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dispatch 把action 发给谁啊 发给store 好 没问题 当我写这段代码之后呢 我们回过头来 到页面上来看 刷新 ABC 没报错误 说明就是OK的 但是为什么 输入内容 这里没显示呢 是因为我们只派发了action action首先会传递给store store会把action 转发 给reducer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写reducer的代码了 reducer里面呢 我先把它缩进条下 然后呢 这里面 我们要这么写 if action.tap 等于等于等于谁 我们要把这个类型拿过来 叫做change input value 那怎么办 我们就要这样去做 const new state new state 等于 json 第2 第2 parse 这次第2 stringify state 我们对state 做一个深拷贝 然后呢 new state 第2 input value 我们让它等于 action.r 大家来看 action.value 对吧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了一个new state 然后我们把new state 返回回去 保存 回到网页上面 我们刷新啊 这里输abc 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提示 to do list里面 store被定义 但是没被使用 那么这个时候 在这个to do list的 的组件里面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调用store了 我们不去引入store就可以 好 我们只需要connect方法 就可以自动的帮助我们把这个组件 结合这两个规则和store做连接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先讲这么多 先带大家呢 把这个input value的 值的变化的功能 先做好 那大家呢 需要注意 我们这节课 实际上两个重点在哪 一个重点在于provider 这个组件的作用 它是react redux 第一个核心的组件 它可以帮助我们 把store提供给每一个内部的组件 也就是说 每个内部组件 都可以使用store了 好 所以我们把provider呢 也叫一个提供器 但是你光提供不行 我的这个to do list 如果真的想 和store做连接 还需要通过connect方法 来和store做连接 怎么做连接 这connect 接收三个参数网 最后一个参数是我们的这个组件 它代表我们这个组件 要和store做连接 那么前两个参数 指的是连接的规则 首先我要把store里的数据 和我组件里的数据的关系 在mapState to props里 列清楚 其次我要把组件里面 其次我要把组件里面 props如何对store里的数据做修改 和store里的这个dispatch方法 做上关联 那怎么做上关联呢 就通过mapDispatch to props 这个函数返回的这个对象来做关联 所以初学这块内容的时候 大家可能觉得不太理解 有点绕啊 那这段代码呢 需要大家 大家课下至少敲写三到五遍 你把它掌握的熟练一些 那后面呢 当我们反复的用react.redux去写项目 写熟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无非就是一个套路 一开始 有点难 到后面呢 写熟练了之后 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要把套路搬过来 照着模板反复的写就可以了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加油